因為港股同時受美股和內地影響 不計昨晚的話 其實近兩三個星期美股做得很好 對港股本身應該有支撐 但問題是受制於內地的一些問題 包括內地經濟或者政策的力度不乎預期 又或者再早一點 內地、澳門、香港的信貸評級指望被下調 所以是美股做得好 但我們有其他因素拉低我們 所以不跟它升是正常的 但一方面我們被A股拉低 昨天做低是2902點 已經不是3000點保衛戰 是2900點保衛戰 本身A股已經拉我們 美股再拉 港股當然是跟跌 所以不跟升而跟跌是有實質因素 所以大家要接受現實 說回到年底 我很概括地說 我覺得港股大概都不是今天說的 其實是上星期末開始說 大概16000點到17000點 為什麼呢 應該這麼說 16000至17000點 但是貼近16000點的機會會大些 主要原因第一就是不計昨晚 其實昨晚很多事情發生了 大致上大家覺得因為升得太多 所以美股有一個回途 在說幾百點 這件事對今天港股的初段會帶來一個膩膽 我想說不算昨晚 美股相對做得好 而美股做得好 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聯儲局意識 我們看到一個巴威爾市場的評論就是 投降式的甲派 總之是很合適 突然令到大家的減息預期 事由這麼說 去到太誇張了 一月份有十幾%減 三月份有六成機會減 全年減六次 我又覺得沒那麼誇張吧 所以外圍其實是不錯的 而美股上升其實對港股 我想說得仔細一點 不只是情緒上的好轉 又或者情緒上的幫助 是源於一些真正的東西 第一,我們是行聯繫匯率的 美國的利率不加 甚至乎未來半年減的話 對我們有實質的幫助 所以你見到一些 公用股、地產股都向好 幸好我上個月又做了定期 如果上個月不做定期的話 好像最近這個月 匯豐都減了三次息 我一個月前做還有五厘 現在好像三個月只剩下四厘多 都差了很多 所以第一,對香港的流動性 以及利率政策是有影響的 第二,當你的減息預期升溫 美匯就弱了 曾經落到102點多 好了,會幫到人民幣 因為香港大部份公司都是中資股 它的盈利、收入、資產都是人民幣 人民幣升了 對港幣來說 都是實質上好的 所以我覺得 前陣子跌到15972 如果沒有特別負面因素 理論上這幾天 只剩下幾天 不應該跌破吧 希望了 所以16.162 是有一個支持的 但是反過來 升上去 我們又沒有好消息 未來也沒有好消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很多 11月份的數據 經濟數據 已經公佈了 三輪馬車 上星期五公佈了 另外開會 政治局會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都是開了 所以業績又沒有什麼 變成業績又沒有 經濟數據又沒有 一些重要的經濟會議又沒有 升什麼呢 似乎就很難 而且我們看到16,800樓上 每隔80-200點 就是阻力了 20天線 17,000心理關口 50天線 所以 16,000至17,000 其實未必那麼容易跌破 升破就更加難 但是我覺得風險向下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A股 A股昨天說過 非常之弱 希望今天就做得更好 因為你再跌穿2900點 就真的 我想對經濟也有些負面影響